台北九點陳建人坐車 從家裡駛離家警腳步 拍板內閣名單 副手找來的正式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任燦沛其實早已露現 其實在蔡英文 他的口袋裡面 一直就是陳建人跟鄭文燦 我相信在蔡英文心中 早就有定見 但是黨內有許多不同的雜音 以及不同的討論 但最後蔡英文還是一意孤行 2024能不能勝選 他更在乎的是什麼 自己的大位能不能全力穩固 能不能不跛腳 陳建人在大年初一臉書發文 強調寬恕包容顯露心路轉折 先前一個多月 鄭文燦閃電請辭足酬協會理事長 還在台北有辦公室 就是為了北上入閣做準備 兩人搭配也等同正負閣魁 引起全拿 陳建人來組閣的話 事實上就是蔡英文來組閣 政策也好或人事權也好 應該都是蔡英文在做主導 所以我才稱之為就說 這個內閣看起來可能會變成 一個傀儡的內閣 陳建人行政能力不足 也鎮不住派系互鬥 蔡英文想在後菜時期 掌握所有行政資源 恐怕隔魁變成有責無權 我真的覺得在這一場的公鬥戲裡面 我覺得是蔡英文得勝 就是蔡英文在這場裡面 充分的顯示就是他還是大權在握 陳建人只是擔任蔡英文 放在行政院的隔魁 一個虛偽的一個隔魁 蔡英文此舉完完全全 只是為了自己等同 他是為了所有的權力的魔界所臣服 而不是為了真正民進黨未來做打算 蔡英文找來貫徹抑制的代理人 歹戲脫棚的公鬥劇 只是彰顯開創新局 只為了捍衛小英權力 記者李孟常宣軒台北報導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